近日,有中共中宣部内部人士,向港媒内幕透露,习近平已决议整顿中宣部,很可能将中央宣传部改名,同时考虑对刘云山、刘奇宝这二流做出适当处置。 原因是习近平已经意识到自他上台以来,将派常委刘云山掌控的中宣部,一直对写明包按扁,刻意扭曲,早已引起习近平的严重不满。 据内幕报道,中宣部多年来所起的作用,一直深受海内外质疑,特别是近年来刻意扭曲习近平的形象,将之推向极左文革化,严重冲击到习近平施政凝聚民心。 中共官员告诉内幕,习近平意识到整治中宣部系统势在必行,很可能改掉已经沿用至少90年的中央宣传部,这个臭名招致的名称,也考虑对刘云山、刘奇宝这二流做出适当的处置。 据了解,早在上个世纪,中共开始改革之后,海内外已经有不少人士提出,中宣部的名声太臭,让人反感,几乎已经成为书教、洗脑、粉饰,甚至是控制舆论、思想专制等的拜明词。 多年来就有人建议,这个部门最好撤销,至少也要改变名称,改换职能。 政治观察家表示,从换调中宣部名称着手,不实为一人要旗。 中宣部一旦真要换招牌,那么仅身为大小掌柜的二流走人,也就名正言顺。 中宣部人士向内幕披露,刘云山与刘奇宝在私下谈话中,把习近平最近的一些真实想法,透露给自己的亲信。 于是这些人赶快变脸转向,此前长期不遗余力地扭曲人们价值观,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,挑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中共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,近日忽然变脸,标态支持开放言论。 知悉内情的人士评价,他们是在耍金蝉脱销手段。 此前,海外媒体报道指,刘云山一直都是江泽民,撤走习近平的代表人物。 如果说此前周、宝、徐、令等政变集团是想靠武力荡杀,推翻习近平,那么刘云山势力则是要以文化政变的方式,捧杀习近平,利用软刀子扭曲习近平形象,最终让习近平四面树敌,从而为废除习寻找机会。 最典型的一起事件,就是习大大事件。 明镜日前报道,由北京政界人士披露,习近平对中共文宣系统称其习大大表示不满,下令停止这种说法。 消息人士说,习近平开头对习大大这个称呼,并不太在意,但他没有想到,中宣部竟将习大大这种民间,晚辈口中的亲切称呼,变成了神话他的魔杖,让他充当全国人民的大大。 当中宣部利用任志强事件要把习近平形象,彻底毁掉的时候,王岐山主动出手,一下扭转了局势,习近平正在有所觉察。 支持习近平的人士认为,这中间包含着巨大的政治阴谋,必须彻底揭穿。 现在不仅中纪委在严查中宣布这些人,习近平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,感到对中宣布和宣传体系重新布局,像对政法体系和军队体系一样,进行大调整。 已经刻不容缓。